在中华館政府 管理会大力支持 和主办单位国际青年上会 中华民国总会 到立领理政策资源 第三次的公信杯 拿球金表赛 现在开始到七月初日 在中华管理体育馆基盘 也希望自由比赛 和所有人救援 影响拿球忙上 已经正在第三次的公信杯 拿球金表赛 已经渐渐升为台湾第一名拿球胜输 在今年比赛也将会刷到中华来基盘 除了小会做比赛竞争结列 主办单位国际青年上会 中华民国总会 竟是革大规模 搖车国来上有人去各种加州 拿球队HBL当中比赛 并且有搖车来自海湾 两队各种队后来到中华 我们青商总会 今年很高兴能够在彰化县 来举办广胜输的一个篮球颈标赛 我们即将在6月28号到7月1号 即将在我们彰化县地体育场 跟张北的运动中心 来举办这一个高中联赛 那这个活动量也是邀请 特别邀请我们韩国的一个 全州的高中一个冠军队 跟日本冲城的一个新南高中比赛 来增加这一次比赛的精彩度 这次比赛是相当难得 所以台湾也关键拿球 给中华高副中心 并且邀请中华高副中心的小朋友 这会来到中华高副中心 为孙秀加油 第三届广胜杯篮球颈标赛 即将在彰化开打 我们邀请到国际的队伍 有韩国队 日本队 还有我们国内的十支 HBL的顶尖名校的高中篮球队 共同在彰化篮球港来举办 除此之外 我们还接待 嘉福中心的孩子们一起来观赛 自从我们中华民国篮球协会 理事长谢典宁 也是我们议长 共同来协助搭设这个平台之外 我们的府会合作 我们中央跟地方的连线 的通关密码 就是说 你有没有支持发展篮球运动 如果说OK 我们就共同来营造这样的 篮球世代的引爆 非常感谢议长还有县长 共同来协助 我们完成这样的青少年 篮球运动的推广 未来的公信部会 除了调象 过来指标先的比赛为目标 也希望可以提供 社会祖和高中祖 更多更多的交流舞台 促进台湾南球合电 搭着端丸赛数环境 专利推动专民运动的观念 感兴趣 新中华新闻白兵林中华 才会报到